CBA常规赛第41轮 迎来了一场广东得比之战 广东队做科PK深圳队 本赛季不管是广东队还是深圳队 他们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两支球队都是稳居CBA积分榜四强 可以说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最终广东队在一度领先20分的情况下 被深圳队完成了超级大逆转 以95比98输给了深圳队3分 这也再一次验证了杜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20分算个屁啊 由于这场比赛对于广东队来讲十分重要 关系到他在半决赛是否拥有主场优势的问题 因此在赛前广东队也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从比赛开始广东队就拿出了12分精神 在攻防两端都给深圳队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到了第二节比赛广东队已经领先到了20分 在此时此刻很多球迷也许会想 广东队将会迎来一场大比分胜利 然而接下来场上却风云突变 广东队进攻效率开始下滑 投篮打铁平平 反观深圳队在外援萨林杰的带领下 在进攻端开始发力 渐渐深圳队不断缩小分叉 到了第三节比赛 深圳队实现了反超比分 第四节比赛末段 深圳队通过一波得分小高潮 建立了9分优势 从而奠定了比赛胜利 最终 深圳队创造了一次奇迹 在落后广东队20分的情况下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那么 广东队为何在领先20分的情况下 遭到溃败 创造耻辱的输球事件呢 从比赛分析来看 有三人表现十分糟糕 是广东队输球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 他们低迷的表现 要为广东队输球买单 其一 封献汉江杜润旺 上一场与上海队的比赛 杜润旺可以说表现十分出众 三分球九中七 砍下了23分四篮板 四助攻的不错数据 然而 此番与深圳队的比赛 杜润旺却像着魔了一样 外线投射完全是找不到北 全场比赛 杜润旺十投一中 命中率只有一成 其中三分球八投零中 命中率为零 只拿到了两分 不得不说 这是一件相当尴尬的事情 可以说 如果杜润旺能够命中一记三分球 双方的结果也许都会不一样 其二 CBA超级外援 马上比布鲁克斯 作为CBA第一外援 马上比布鲁克斯 一直被认为是广东队 争冠最大的法宝 他的技术非常全面 能够给球队组织串联 进攻端地手段十分丰富 能够突破上篮 能够投射三分球 与此同时 马上比布鲁克斯在关键时候 往往能够主宰比赛 令人不解的是 自CBA常规赛 进入第三阶段之后 马上比布鲁克斯的表现 起伏十分大 而且长比赛 马上比布鲁克斯的表现 可以说是拖了广东队后腿 全场比赛 马上比布鲁克斯投篮十四中五 命中率只有35.6% 其中三分球三投零中 命中率为零 只拿到了十四分 正负值为比十二 是全队效值最低的球员 可以说本场比赛 马上比布鲁克斯 在进攻端表现稍微好一点 那么广东队赢球的效率 必定会更高 其三 主教练杜峰 作为CBA三次夺取 最佳教练员的主教练 现在的杜峰 可以说是CBA公认的 最佳教练员之一 他五上五下的战法 可以说是风靡整个CBA联赛 然而 杜峰在本场比赛的表现 可以说是令人大跌眼镜 在他的眼里 似乎只有马上比布鲁克斯 可以打关键球 在比赛最后59秒 广东队落后深圳队9分 眼看球队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 杜峰也是放弃了比赛 换下了马上比布鲁克斯 和一剑连两大主力 然而 没有马上比布鲁克斯的广东队 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内连得8分 让广东队重新燃起了取胜的希望 然而 在这关键时候 杜峰又开始迷恋马上比布鲁克斯 派出了马上比布鲁克斯 结果 马上比布鲁克斯 连续三分球出手不中 从而丧送了广东队 最后追平比分的机会 可以说 本场比赛杜峰 在用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比如 在杜润旺的使用方面 就十分有问题 让杜润旺一个人单防赛林杰 导致被赛林杰玩虐 比如 马上比布鲁克斯状态十分低迷 杜峰却一直迷恋他 一直重用他 然而 大外援汉密尔顿状态非常不错 却得不到杜峰的重用 可以说 本场比赛 杜峰只要多用汉密尔顿 少用马上比布鲁克斯 那么 取胜的必定是广东队 显然 广东队如此尴尬输球 杜峰承担主要责任 各位看官 您说呢 在此 也向球迷提一个问题 您认为广东队本赛季 能够夺取CBA总冠军吗 哪支球队夺冠的概率最高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